你知道星爷的大话西游到底讲述的是怎样一段凄惨的爱情故事吗 初看不知片中意 看懂也是片中人 小时候看这部电影笑得人仰马翻 而现在看着看着就泪流满面 想要救紫霞就必须打败牛魔王 想要打败牛魔王就必须要变成孙悟空 想要变成孙悟空就必须要戴上金箍忘掉七情六欲 看似简单却是最难 不戴金箍如何救你 戴了金箍如何爱你 至尊宝是什么时候爱上紫霞的 就是这第一眼一见钟情 因为爱一个人脸上是藏不住的 何况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山贼 可至尊宝穿越会五百年前 明明是为了救娘子白晶晶 怎么会有理由爱上紫霞呢 其实电影早已给了我们答案 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 不需要吗 需要吗 不需要吗 需要吗 不需要吗 哎 我这跟你研究研究吧 干嘛这么认真呢 需要吗 当紫霞看见至尊宝拔出紫青宝剑 那一刻他找到了一生所爱 从此开始了自己无怨无悔的爱 就像每个情窦初开的单纯女孩 一心一意奉献自己 也就是从这开始 仙子动了烦心 有了七情六欲 所以导致失去了法力 从最开始能单挑二郎神和四大天王 到最后连牛魔王都打不过 白晶晶铁山公主她们喜欢的 都是法律无边的齐天大圣 只有紫霞喜欢的是凡人至尊宝 为了爱情 她宁愿放弃神仙的身份 当紫霞在至尊宝心里 看到她已经有了心上人后 为了爱 她选择了成全 自己独自离开 最终至尊宝看到紫霞在自己心里 流下的一滴眼泪 她明白 其实自己早已爱上了她 为了营救心爱之人 也为了承担其取经的重镇 她必须戴上金箍 身披金甲圣衣 脚踏七色云彩 可最终还是没能救下紫霞 这是亚洲电影里 配乐阵中最强大的一部电影 也是周星驰被嫌弃最惨的一次 1994年 周星驰带着六千万 与西营厂合作拍摄大话西游 可拍着拍着 周星驰想法越来越多 原本一部的电影不得不分为上下两部 六千万的投资也渐渐不支 为了节省经费 演员吴猛达分饰三角 执行导演江约成上演瞎子 导演刘振维也替了光头 扮演菩提老祖 由于边拍边改 上头的恩利佑和腾森碎碎念等 很多台词都是现场发挥 而最经典的那一句 爱你一万年 更是顺便致敬了王家卫 为了让电影更加出彩 周星驰请来赵继萍为电影配乐 可如此魔改的剧本 也让赵继萍一时间无从下手 于是便前往片场找灵感 正好碰上牛魔王体内打斗的那场戏 整个片场挂满牛肠 充满了血腥的味道 赵大师一看直接崩溃 于是在配完乐之后 请求制片方不要在片尾出现他的名字 历经磨难终于将电影搬上荧幕 然而由于思想太过超前 平行时空的背景过于难懂 上映后票房惨不忍睹 内地票房更是只有20万 甚至在放一两天后就被下架 兴满也刚刚成立了星采电影公司 更是直接倒闭 大话西游也被打入年度十大烂片 口碑票房双苦节 媒体更是抨击性节江浪采进 直到1996年 片方将大话西游拷贝到北京电影学院 这才让他迎来逆袭 自古红年多薄命 紫霞仙子落凡尘 世间安得双拳法 不负如来 1996年 北京电影学院的教室里 一群大学生们热血沸腾 而大荧幕上放映的 正是周星驰的大话西游 也正是这群大学生们 让当年被评为年度十大烂片的 大话西游成功逆袭翻身 并在清华大学水墓清华论坛上 引发无数师生讨论 很多大学生模仿影片台词 招牌动作 恶搞 解构 无厘头 引发了师生们 对后现代主义的激烈讨论 在师生们的大力推荐下 再加上VCD广泛传播 年度烂片 竟然奇迹般的逆袭成为经典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 放在我面前 我没有珍惜 等我失去的时候 我才后悔默契 人世间最痛苦的是 我过于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 再来一次的记忆 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 我爱 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个气 我希望是 一万 经过解构重读 你会发现 影片很多经典桥段 与佛家三苦 怨赠慧 求不得和爱别离不谋而合 紫霞 青霞 相爱相杀 一生争斗 怨赠相会 至尊宝 未就精精数次穿越 却无可奈何 求而不得 紫霞满心期待 一中人到来 却最终也未能厮守终身 爱你而别离 其中众生皆苦的深意 和充斥着无奈的爱情 也让人唏嘘不已 你又知不知道 我一直在骗 骗就骗吧 就像飞蛾一样 明知道会受伤 还是会扑到火山